欢迎大家收看6度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李克强去世了,但有的人还活着 直言不讳的李克强留下过哪些金句 北京政权密系一线 网易马尔他会杀利文寻求缓和 中共应探索新党建模式 狂热者与将军 以色列在加沙问题上的奇怪分歧 全球通胀顽固超预期 明年降息或推迟 请大家收看 狂热者与将军 以色列在加沙问题上的奇怪分歧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以色列政府内部存在分歧 这可能会影响加沙战争的战略和目标 内塔尼亚湖总理与战事内阁中的将军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导致对于预期的陆地入侵计划出现混乱 这种分歧不仅源于个人和军事层面 还设计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塑造以色列的政治形式 将军们对内塔尼亚湖的不信任感源于他们对他的动机和目标的怀疑 他们认为内塔尼亚湖更关注恢复自己的遗产 而不是确保国家安全 然而 由于将军们坚持让内塔尼亚湖担任总理 他们被迫接受他将最狂热的部长排除在战事内阁之外的决定 此外 内塔尼亚湖和他的狂热盟友对加深以色列的占领 激起巴勒斯坦人的愤怒 提高公众对战争的期望 这可能导致内塔尼亚湖及其同伙将战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军方 战争结束后的分歧可能会对以色列社会和政体产生深远影响 在以色列政府内部 军事机构与极右和狂热的宗教势力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 然而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 无论是将军们还是狂热分子 他们对以色列的好战行为都没有真正的区别 尤其是对那些遭受以色列残酷轰炸和围困的人来说 这种分歧可能进一步加剧巴以冲突 并给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 路透专家调查 全球通胀顽固超预期 明年降息或推迟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一项权威专家调查 全球经济在未来一年仍将面临通胀上升的困扰 调查发现 四分之三的经济学家认为 通胀风险超过了预期 这意味着利率将会持续较高水平较长时间 原本预计明年中期开始降息的经济学家们 现在将降息时间推迟至明年下半年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的遏制通胀政策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但最近的通胀数据表明 通胀的顽固程度超出了预期 欧洲央行也表示还不会考虑降息 甚至讨论降息还为时过早 许多央行已经在讨论将利率保持在更高水平更长时间 但经济学家们对此持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开始放松利率不会立即导致连续降息 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欲闻世界 李克强去世了 但有的人还活着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离世令人震惊 他的去世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惋惜和哀悼 然而 对于李克强的政绩评价并不一致 尽管官方复告称 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卓越的领导人 但他的政绩并非处处成功 他在担任总理期间并没有留下明显的遗产 他的政策如互联网家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催生了互联网泡沫和P2P等问题 然而他的失败不完全是他个人的问题 而是与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有关 习近平注重独揽权力 将总理的权力大大限制 使得李克强在任内无法施展报复 李克强的离世也让许多人认为 他的去世并非偶然 其中可能存在某种阴谋 李克强的离世不仅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惋惜 也对另一个人进行了谴责 李克强一直被视为习近平的竞争对手 他的离世让许多失忆的改革派和团派官员感到悲痛 他们曾经寄希望于李克强能够取代习近平 推动改革 但随着团派官员全面失事 他们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种希望 李克强没有胡耀邦或赵紫阳那样敢于挑战体制的勇气 他的补强方式被习近平认为是使党更软弱 而不是更强大 因此他无法公开和习抗争 更不敢离开党 虽然李克强的政治伦理值得称道 但他的局限和无法超越他所属利益集团和时代的限制 导致了他的失败 李克强的离世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和习近平的反思 他的突然去世让人们猜测其中是否存在阴谋和邪恶 在习治下的中国人们看到了太多肮脏的事情 这使得人们对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李克强去世的方式容易让人想到他的忧虑和郁闷成为了意外的原因 这一事件也暴露了中国社会对政治人物的期望和对好人的怀念 人们对李克强的哀痛可以看作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他的离世让人们更加怀念他是一个好人和人民的好总理 文韬政论从香港特首的中国特色施政报告看奴才政治 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特首李家超发布了他的第二份施政报告 主题是拼经济谋发展会民生天幸福 然而该报告其实是一份由北京主导的政治性报告 李家超是政治任命 他因镇压反送中运动而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成为习近平利用的人选对香港实施全面管制 他只是乖乖听命的奴才 施政报告在民生方面没有新意 更关注人口老化和年轻人不愿生育的趋势 然而提出给生孩子的家庭提供金钱补贴等措施 只是用钱解决问题的笨拙思维 此外报告只考虑了从10月25日起出生的婴儿及其家庭的优惠 这是不公平的 另外不生育的原因之一是不结婚 而只处理不生育而不解决不结婚问题 只是做了一半 在经济方面 人们更关注的是降低房屋和股票印花税 其他方面如贸易 旅游和鼓励投资等措施都非常平庸 施政报告强调要融入大湾区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这意味着香港的经济自主性将会加速消失 完全依赖中国 施政报告中充满对一国的吹捧 贯彻一国先于两制的原则 以及推行爱国者治港的理念 政治任命的李家超当然会以政治为先 施政报告大篇幅地贯彻了国家对香港的政策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23条立法的讨论 李家超表示 根据香港国安法的要求 特区政府将尽快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国安立法的规定 预计将在2024年前完成立法 中国共产党确保香港彻底沦陷 使其成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最前线 为此必须先让民众爱国再爱港 习近平不仅利用香港反对西方 还让香港成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试点 习近平操纵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了爱国主义教育法 这显然不是偶然 作为乖乖听命的奴才 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配合了习近平的要求 他将宪法合计本法推广都岛委员会的职能 扩大到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等政治洗脑事物 并将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 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 报告中还引用了习近平给香港陪桥中学学生回信的话 来增加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合法性 然而 真正的香港人是不会接受这些中共式说辞的 除了习近平的话 报告还引用了夏宝龙的话 以及中国官方的规划报告等 施政报告的中国话将随着香港进一步国际化而变得更加严重 平民总理李克强直言戳破吹大牛漏袭 中国民间慎言气氛压抑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去世让人们感到意外和悲伤 他被认为是中国少数平实力上位的总理 他的李克强经济学标榜了高度透明度 揭示了中国官媒和统计数据单位夸大事实的漏袭 他的离世标志着李克强时代的结束 但他的功绩和过失是否也随之结束呢 中国人民将如何告别这位曾经的政治精英呢 李克强和习近平的治理风格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李克强的离任期间 他对中国清零防疫政策的不完全接受 以及对人民新生的关注赢得了广泛称赞 他对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的清醒判断 也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 揭示了官媒和统计数据单位夸大事实的问题 他的鼓吹地摊经济也展示了他的草根经验 和为基层民众找到经济出路的能力 李克强的诚实和透明也赢得了美国人的赞誉 然而 李克强的自由经济理念未被领导班子重视 他希望能够松绑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和干扰 但最终未能实现 此外 李克强也无法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他认为 经济问题无法在政治改革之前得到解决 李克强的临任期间也存在不足 他希望能够改革中国官僚体系 但受到中共体制的限制 此外 他在河南省委书记任内封锁血货导致艾滋病传染的消息 仍被要求问责 李克强的去世让人们感到悲伤 但他的功绩和过失将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无论如何 他的离世标志着李克强时代的结束 中国人民将如何向这位曾经的政治基因告别 这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悲观声浪中 观察人士称 李克强曾为中国改革开放留一线生机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李克强作为总理 致力于经济发展 但随着习近平的扩权 他的改革开放路线一再退缩 尽管在习近平的干预下 他艰难地在改革开放和封闭保守之间寻求平衡 但外界对改革开放的步调感到怀疑 李克强敢于讲老实话 与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和理念不同 他拥护开放的经济政策 给人带来一丝希望 然而 在习近平强势治理下 李克强越来越难发挥作用 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权 已完全掌握在习近平手中 未来李克强的个人意志 可能无法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国事光稀 李克强悲剧并未落幕 美国之音中文网 李克强的逝世 让人不禁思考 共产党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 虽然李克强在任期间 曾表露一些良知和同情心 但他也不得不在共产党的体制下 不断扭曲自己以迎合权力的攀升 共产党制度对于个体的压迫和控制 是不容忽视的 它不允许人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也不容许人们去改变这种体制 因此 李克强的悲剧也是整个一代人的悲哀 此外 李克强的逝世也引发了一些猜测 人们不禁质疑其中是否存在着政治因素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在共产党的历史中 有许多政治人物的死因都是扑朔迷离的 这再次展示了共产党高层领导人 生活中政治因素的存在 在共产党制度下 人们往往活得憋屈 死得窝囊 这也是共产党制度的一种表现 无论是铁链女还是新冠疫情中的逝者 都是共产党制度对个体的残酷压迫的具体例证 尽管李克强已经离世 但他的悲剧并未结束 他的一生都被共产党的体制所束缚 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同样 许多人也被共产党制度所压迫 活得憋屈 死得窝囊 李克强的逝世 提醒我们思考共产党制度 对个体的影响和限制 这个制度下的人们 需要不断地扭曲自己 以适应体制 而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悲哀 以色列军方发动第二波地面攻势 夜袭加沙地带 为全方位地面战做准备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以色列军方在周五发动了第二次地面攻势 对加沙地带进行有针对性的袭击 并称为针对哈马斯的全方位地面战做好准备 在此同时 美军对叙利亚东部进行了空袭 以回应所遭到的频繁攻击 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已经持续了21天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无情袭击并未停止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他们发现并打击了许多恐怖目标 包括反坦克导弹发射场 军事指挥和控制中心 以及哈马斯恐怖分子 加沙地带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000人 其中包括2900多名未成年人和1500多名妇女 加沙地带遭受了严重的毁灭性空袭 整排住宅楼房被摧毁 社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以色列军方声称他们只打击武装目标 并指责哈马斯在平民中行动 以保护其武装分子 与此同时 美国国防部表示 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和盟军 本月遭到或伊朗支持的民兵团体的攻击 至少16次 拜登总统下令对叙利亚进行了有限制的空袭 这次行动与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无关 旨在明确表明美国不会容忍此类袭击 联合国大会预计将就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进行投票 巴勒斯坦作为观察员没有发言权 此前 联合国安理会连续四次未能通过关于以哈冲突的决议草案 直言不讳的李克强 留下过哪些金句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在十年总理任期内以庶民作风获得广大民众的喜爱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现实 例如他曾公开表示中国有六亿人口的月收入仅为一千元人民币 他的发言引发了热议 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并得到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证实 李克强还在政治、经济、民生等治理方向上发表了许多经典名句 赢得了人们的赞赏 李克强的直言不讳受到了人们的赞赏 他公开说出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情况 他在2020年的中国两会记者会上表示 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为一千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揭示了中国最底层人民的真实情况 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李克强在其他场合也多次谈及民生问题 他指出中国的医保水平较低 农民的收入不高 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来缓解民生之痛 他的直言不会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底层人民的困境 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中共党内的第二把手 李克强的讲话被认为与党中央的调子不同 甚至有打脸高层领导班子的意味 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 要都劳民生底线 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 反对空谈浮夸 激励敢于担当 对雍正懒政者问责 他也曾在国务院工作人员告别谈话中表示 人在干 天在看 苍天有眼 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不满表达 李克强的直言不讳 和不忘本的领导作风 赢得了人们的赞赏 也让人们看到了 他对中国现状的深思熟虑和担忧 李克强在治理方面也说过许多经典名句 他强调施政透明度 呼吁加大公开的力度 让群众清楚了解政府的措施和财政预算情况 他还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表示改革是攻坚期 需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 但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改革关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 他还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表示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他还提出了减政放权的理念 认为减少政府权力 可以换来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便利 李克强的治理理念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和支持 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佳代言人 欧盟举行全球门户峰会 与中国一带一路竞争 美国之音中文网 欧盟在全球门户论坛上 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投资协议 旨在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目前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融资选择有限 有时会付出环境、工人和国家主权的代价 因此 欧盟希望通过全球门户给各国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 避免出卖自己的未来 欧盟的新举措 包括与刚果民主共和国 赞比亚、纳米比亚、孟加拉国和越南 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自提出以来备受争议 欧洲国家对其态度趋于谨慎 中欧关系不断恶化 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加剧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政策研究员巴舒尔斯卡表示 布鲁塞尔对中国的经济干预主义和安全问题日益担忧 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替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工具 习近平在庆典上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自认可 欧盟希望通过全球门户等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来与中国抗衡 展示其对公平、可持续和透明的替代方案的承诺 欧盟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资金性质和原则上存在差异 中国的贷款方式被批评为制造对受援国的经济依赖 并形成债务陷阱 欧盟希望通过透明的融资方式来降低风险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欧盟的计划将依靠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投资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有利 一些非洲国家表示 希望欧盟和中国的投资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 然而 中国的资金背后也存在安全问题 一些中国公司被指控参与间谍活动 因此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将对涉及中国国企的投资进行内部调查 以确保安全性 黄埔将封 北京政权宁系一线 王毅马尔他会沙利文寻求缓和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政治经济正面临内外交困 经济上 中国正面临全面的经济下滑 外资撤离 通货紧缩 消费不振等问题 导致大量城市财政破产 中小企业关闭和失业率上升 政治上 中国领导层正在进行一波秘密的大清洗 包括对中国军队内部重要部门的清洗 这些问题都暴露出 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执政危机 和对美国伟大斗争路线的失败 中国外交的重点 则是保证11月预定的旧金山美中峰会的顺利进行 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领导人的唯一选择是转变对美国的态度 从反美主义转向对美缓和和和平统一 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几年中坚持了一系列对美斗争的策略 但这些策略的失败使他们成为反美主义的受害者 因此 中国领导人需要得到美国总统的认可 以确保未来的美中峰会顺利进行 这也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在即将到来的党二十大三中全会中唯一的依靠 因此 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保证美中峰会的举办 这也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使命 中国政治经济的困境对美中关系的前景造成了不确定性 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中国领导人继续将外交对话视为天朝的恩赐 那么今年上半年建立的美中对话可能前功尽弃 预定的美中峰会也可能流产 因此 保证美中峰会的顺利进行 对于维护美中关系和世界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 预闻世界 北京不装了 以公道面目偏向巴勒斯坦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对以巴冲突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 一开始 中国试图保持中立 但随着冲突的升级 中国官方开始偏向巴勒斯坦 这可以归因于中国在地缘政治考量下的需要 以及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弱小民族的外交立场 然而 中国的偏向巴勒斯坦的立场也可能引起以色列的不满 对其在中东的长期利益产生影响 尽管中国已经准备好调停冲突 但其调停能否取得成效还有待观察 中国一开始试图保持中立 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克制 立即停火 并推动实施两国方案 然而 中国的表态并没有谴责哈马斯 这引起了以色列和美国等的不满 随后 中国在表态中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 但没有点名哈马斯 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 既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的不满 又是为了避免得罪以色列 然而 随着冲突的升级 中国逐渐偏向巴勒斯坦 并公开谴责以色列的行为 中国对巴勒斯坦的偏袒 可以理解为其外交叙事的一部分 即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弱小民族 中国一直试图在全球南方国家中获得影响力 并以此对抗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中东地区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不仅因为其地理位置和石油资源 还因为中东多数国家有钱 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销地 然而 中东的动荡局势 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中国试图调节以哈冲突 推动中东和平 并为巴勒斯坦争取公道 尽管中国已准备好调停冲突 但其调停能否取得成效 还有待观察 中国已经密集会见了各方 并计划派特使访问中东 然而 考虑到美国以全力支持以色列 中国的调停可能面临一些挑战 因此 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特拉维夫的加沙战争首记 迭映的大屠杀 美国之音中文网 这篇文章记录了加沙战争的起因和过程 作者首先提到了大屠杀发生后 以色列从受害者转变成了屠夫的形象 接着 作者描述了我们生活在以色列的人 所经历的恐怖和焦虑 在加沙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中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袭击 导致许多无辜的人丧生 然而 这一切被一些人忽视或者质疑 甚至有人否认这些事件的发生 最后 作者指出 这种否认的行为 与纳粹大屠杀否认现象有相似之处 都是为了加剧受害者的痛苦 并否认他们的存在 这篇文章 旨在揭露战争的真相 呼吁人们关注以色列的处境 并对战争中的暴行说不 这篇文章揭示了加沙战争中的种种恐怖和痛苦 作者描述了被哈马斯发动的袭击 所带来的恐怖氛围 以及以色列人民面临的威胁和威胁 在战争中 许多无辜的人丧生 包括婴儿 然而 这些残忍的行为 被一些人质疑和否认 甚至有人提出到底砍没砍婴儿的头的歌词 来嘲笑和质疑这些事件的真实性 作者呼吁人们不要忽视这些真相 不要否认受害者的存在 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 关注以色列的处境 即与他们支持和同情 这篇文章还提到了 对以色列的否认和质疑行为 与纳粹大屠杀否认现象的相似之处 无论是对于大屠杀 还是对于加沙战争中的暴行 否认者都试图质疑和否认受害者的存在 以加剧他们的痛苦 这种否认行为 不仅对受害者不公平 也对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作者呼吁人们关注战争的真相 不要否认受害者的存在 同时也要对以色列给予支持和同情 特拉维夫的加沙战争首记 地狱毁灭人性 美国之音中文网 加沙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 这场战争展示了人类将人间化作地狱的创造力 白房子画廊是一个艺术家创立的地方 曾经是一个阿拉伯村庄的学校 然而 在战争中 这个画廊所在的农庄 被哈马斯袭击 许多居民被杀害 这场战争 让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 变得更加强烈 战争不仅带来了破坏 也让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 有了新的追求 在加沙边境的贝艾里农庄 人们骑着自行车 在美丽的景色中畅游 然而 这个农庄也遭受了哈马斯的袭击 许多人丧生 贝艾里的居民曾经举办过和平风筝节 希望通过风筝传递和平的信息 然而 他们的努力被哈马斯终结 以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被杀害 这场战争展示了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 但也让人们对于和平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加沙战争揭示了人类的邪恶和无情 哈马斯在这场战争中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 包括杀戮 强奸 焚烧等 然而 一些人却试图否认这种暴行 将矛头指向以色列 这种意识形态的歪曲 试图让人们忽视犹太人的苦难 并试图削弱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同情 这种歪曲只会加剧冲突 而不是解决问题 加沙战争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黑暗面 同时也呼吁我们追求和平和理解 中共应探索新党建模式 联合早报 中共的党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的发展 党内的微观控制和严格的纪律要求 使得党员们缺乏自由思考和创新的空间 这种传统的党建模式往往会导致官僚主义 腐败和权力集中的问题 近年来 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 更加强调党员的纪律性和集中统一的原则 这可能进一步加强了党内的控制和限制 然而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这种传统的党建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现实 中国需要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政治环境 以促进创新和发展 党内应该给予党员更大的自由和空间 鼓励他们提出新的想法和创新的方法 同时 党内应该推行更加透明和公平的选举制度 以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发生 总之 中共的党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能力和发展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 中共进行了一些调整 但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党建特征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现实 中共需要进一步改革党建模式 给予党员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促进创新和发展 中美共同语言增多 联合早报 另外 中美关系回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是两国内部的压力和需求 中美都面临着疫情 经济复苏 气候变化等问题 需要通过合作来解决 对于中国来说 稳定中美关系是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 对于美国来说 与中国的对话和合作可以帮助解决一些共同的挑战 并促进美国的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 然而中美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和分歧 双方在贸易 人权 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 需要双方进行深入的对话和协商 另外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崛起和地区影响力的担忧也是一大障碍 双方需要通过建立互信和加强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总之 中美关系的回暖是双方面临多重国际 国内压力和需求的结果 尽管仍然存在分歧和挑战 但双方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问题的意愿是积极的 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大家收看评论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国事光稀 李克强悲剧并未落幕 绿文世界 李克强去世了 但有的人还活着 请大家收看 国事光稀 李克强悲剧并未落幕 VOA无果光 半年多之前 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李克强 在年仅68岁的时候 猝然去世 舆论震惊 编辑希望我写写这个话题 爱难推辞 只是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从何说起 一代人的悲哀 不能说没有酸楚和悲哀 45年前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 我和李克强同时进入了北京大学 他在法律系 我在中文系 那个时代的校园很活跃 我们入学之后不久就相互认识了 关系虽不密切 但也实有过从 去年夏天搬家到加州 整理旧务史 我还发现大学时代日记里 既有吉比和他的交往 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印象 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同学 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来往不多 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 我参加中共十三大筹备过程中的政治改革政策设计 某天到团中央座谈如何改革群团组织 刘延东 刘七宝出面接待 与他们同位团中央书记的李克强专门过来 与我寒暄了一番 不过 那时我已经从北大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些对他的不满 起因在于 1986年冬天有一场全国性学潮 李克强专程到北大坐镇 严厉要控制住校园 绝不能让北大学生上街 为了所谓政治前途 看来李克强已经放弃原有的独立思考能力了 八九去国 随后我与血腥镇压了学生和民众的中共彻底决裂 再次见到李克强 就是任教香港的时候 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了 那时 他已经跪位河南省长 陪同江泽民视察的时候 完全没有了当年校园里的意气风发 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像 说不上奴言蔽息 却也看得出甚微逢迎 现在回头来看 他的人生悲剧 那时已经溅入戏骨 当然 不仅仅是李克强这样做 多少当年的青春智识 后来都走上了这样的人生道路 为了当官 为了发财 为了权势 为了名利 不断地扭曲自己 直到扭曲成党国所需要 所信任 所赏识 至少是所不排斥的人才 以这样的价值观来看 李克强还被示威七七级一代人中最未成功的 毕竟坐上了总理宝座 曾经最有希望 也最有历练 而可能推动中国走出毛贡黑暗的一代人 如果以李克强为标杆 那真正是一代人的悲哀 共产党制度是毁灭良知的 公平地说 即使是身为中共高官的李克强 也还应该良知为民 舆论还记得他 关于中国有六亿人口 每月收入仅一千元人民币的实话 献民这当口 也在重负他那句 人在做天在看的无奈之言 我记忆犹新的是 他在总理任上 曾经回忆起毛时代农民出外乞讨 还需要党组织开 介绍信的事情 以此说明 中国不能倒退到毛时代 李克强在安徽长大 并曾经在凤阳插队 毛时代那里的农民 每年冬天都要出外讨饭 一年的收成 不足以填饱一年间的肚皮 那个时代 我在家乡鲁南地区生活 冬天里常能见到这些操着碗中 或苏北口音 挨家挨户扣门乞讨的人们 这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 而李克强没有忘记他 这就是良知还在了 然而 这正是李克强人生悲剧的又一体现 他应该知道 良知是与共产党体制难以相容的 也许 他有想过 有一天当自己当上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时 他可以改变这种体制 使之与良知相容 确实 他一度非常接近 登上最高权力的位置 但决赛中输给了习近平 问题是 习近平是靠什么赢的那个位置呢 有人说是善于装孙子 有人说是身为红二代 更关键的是江泽民 曾庆红为了阻击胡锦涛选择的接班人李克强 而选择了习近平 很明显 这一过程如何展开 本身就是中共制度所决定的 为什么江泽民 曾庆红就比胡锦涛更有力量来决定是李还是习 还不是因为他们掌控军队 掌控政法 也掌控党机器 一个掌控暴力机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 怎么可能与良知相容 怎么可能容许你去改变这种体制 既然不相容 还要去适应 这就难免出现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剧 也许那里有两个李克强 一个李克强不断扭曲自己 已在中共体制内沿着权力等级步步攀升 一个李克强还保留了一些常识 良知和对于民众的同情心 殊不知 后者在共产党权力场上 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软肋 当习近平和李克强在2012-13年 开始了十年共事的时候 李克强黑不过习近平 坏不过习近平 因此也就必定被习近平起舞 重负一句 这不是习近平的本事 而是共产党制度所决定的 所谓制度 就是游戏规则 按这套游戏规则完 越黑越坏就越是能赢 活得憋屈 死得窝囊 也是史达林逻辑的一种表现 李克强的从政生涯 固然是一场悲剧 但是 谁也没有想到 在他已经已不到 关定退休年龄 而提前退出领导层之后的 短短七个月后 他的人生会这样突然地落下帷幕 为悲剧再加一层 68岁 对当今的人们来说仍在盛年 中共高官保健条件那么好 更是个个高手如归 李克强的死 其中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手脚呢 人们可以这样质疑 但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 对此 我只能说 被谋害死也好 因为多年心情压抑 感觉窝囊 而引发病情去世也好 政治人物的生活乃至生死 都必定是有某些政治因素在内的 从史达林时代怪案连连 到毛泽东当年整亡名 再到周恩来 不能及时开刀致癌 活得憋屈病 死得窝囊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多了去了 也都是史达林逻辑的一种表现 可是 在共产党制度下 谁又不是活得憋屈 死得窝囊呢 想一想铁链女 那活得岂止是憋屈 想一想 新冠疫情中的千万事者 那死得岂止是窝囊 或者说 前几个月还质得一满的秦刚 现在难道就活得不憋屈吗 若干年后的习近平 谁又敢说他会死得不窝囊呢 因此说 尽管李克强的人生悲剧 已经戴然羡慕 但李克强悲剧远未落幕 绿文世界 李克强去世了 但有的人还活着 VOA邓一文 今年三月离任的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 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这消息震惊了每个人 很多人也许想过 中国某位前领导人的去世 但这个人绝不会是李克强 因为他只68岁 而且身体看起来不错 之前从来没有传出 他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以现在的生活水准和医疗条件 不说一个前国家领导人 就是普通民众 68岁也不意味着老治将治 李克强的突然离世 让我想起中国诗人赃克家的 有的人这首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从中国网络和社交媒体看 人们对李的去世 一片惋惜和沉痛 惋惜和沉痛 他在不该去世的时候去世 他做总理时的郁郁不得志 鉴于中国的舆论审查制度 很多人不能把话说得很明 可能够看出 某种不可言状的悲悯在内 也有些人把他的突然去世 和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相比 后者也是 并是于心肌梗塞 暗示这里存在某种阴谋 而不是一种意外 李克强政绩并非处处成功 中国人看重盖棺论定 尤其是政治人物 官方复告称 李克强是酒精考验的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这个评价对当代政治人物来说 应该是相当高的 对政治人物的评价 当然要从政治角度 也即从事工和政治伦理两个方面 看他带来的是正面 还是负面的影响和价值 从事工而言 尽管官方的复告 列举了李的很多政绩 然而 他十年总理 似乎没给中国留下可称道的遗产 他的招牌是语言互联网家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及其背后的政策 似乎催生的是互联网泡沫 和P2P之类东西 要仔细盘缓他的政绩 确实很难找出 哪件带有鲜明的李克强色彩 某些被认为是他所主导的政策 如城镇化 实践证明 思路有问题 并不成功 然而 做总理十年 未有值得称道的政绩 固然某些方面说明李的局限 但根本上 这不是他的错 要说他的错 错就错在他和习近平搭班子 有习这个说一不二的主 他注定无所作为 李不像朱镕基 性格强势 也不像温家宝 遇到了一个弱势的胡锦涛 这两个总理 在他们的总书记领导下 有一个很大的政策发挥空间 可是他遇到的习近平 是一个要独占权力的人 党政军的事情 不但要全管全抓 而且要按他的一套去做 总理的权力被大大的线索 国务院沦位政策执行部门 其实李刚上台就任总理时 也曾意气风发 想大干一番 那时习立足未稳 也给了他这个空间 所以在头两年里 流行了一个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 这反映社会对李的期待 认为有着市场理念的李 将能很好的把邓小平开创 但在胡锦涛时期 已经适时停滞的改革事业 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按照他的减政放权 放松管制 减少审批 尊重市场 创新驱动了一套 结构性改革的思路 十年下来 中国或许建成一个 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 而不是现在的伪市场 可惜 在原本属于总理的经济大权 也被习剥夺了 尤其在习成为核心的第二任期 在两个确立 和两个维护的政治紧箍下 他虽心有不甘 但无法走出习的阴影 最后只能一事无成 这无一事理的悲剧 也是中国的悲剧 好在中国对政治人物的评价 除了世公 还有道德和伦理 这后一方面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某种程度上 甚至比前者更显重要 中国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帝王 像一统天下的秦始皇 和扫灭匈奴的汉武帝 世公在历代帝王中 都是数一数二的 然而由于存在道德瑕疵 残暴 不善待百姓 滥杀群臣 后代历史对他们的评价 实际都不高 原因就在于 中国的儒家传统 强调政治人物的德性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责任伦理 负有重要责任的官员 尤其帝王 如果有才无德 不能做百官的楷模 教化百姓 是在道德上有亏损的 不是合格的领导人 在中共的干部队伍里 李克强是相对亲政连结的 之所以说相对 是官场和民间并没有传出 他和他的家族 有什么腐败丑闻 能够做到这点 在腐败匠纲文化的中共 已经非常了不起 另外 李也看来脱不了他本质上的书生器 他不是一个耍阴谋诡计的政客 也不是一招全在手 就把令来型的得意猖獗之徒 从和他结识与交往的人的讲述来看 对他的未人和从政 都有不错评价 客观地说 李的未官之路是比较顺畅的 学生时代就是党培养的对象 以后一路绿灯 由团中央到地方再到中央决策层 直至总理 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般来说 做官顺畅的人容易生交交二字 但李没有 确实难能可贵 当然 对政治人物而言 政治伦理最重要的是对百姓的态度 他在卸任前的第二次记者会上 公开承认 中国还有六亿人月收入不到一千元 仅这句话就说明他是个新挂民生的总理 这样因为前总理的去世 而且是以这种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式去世 自然会让人哀痛和惋惜 觉得不公 人们在心里会问 为什摸老天不讲演 死的是李克强 而不是他们讨厌的政治人物 因此 一些人可能会觉得 他的突然去世不仅仅是意外 里面还有某种邪恶和阴谋的成分 如果有这种想法 也不奇怪 因为在习制下的中共 人们看到太多肮脏的东西 好人是很难在这个政治体中混下去的 从这个角度看 李在游泳时突发心脏病 容易让人想到 这是郁闷和憋屈所致 既对国家前途 也对他所属的团派命运 或许还有对民生的艰难 忧虑成疾 生出意外 悼念里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对中国社会来说 李克强的去世会让精英阶层 尤其中共那些失忆的改革派官员和团派官员 感觉吐死胡悲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被反对习近平的精英阶层 寄以希望 把他作为接替习的人选 幻想着哪天他不忍了 同习先桌子 直到去年 在中共二十大团泰拳出局 他们才基本死了这个心 也觉得中共政权彻底没救了 宇如果是在开明专制下 他对改革和市场的坚守 对百姓的同情 会让他成为一个有座位的总理 但在习时代 注定是不可能施展报复的 习不会容纳一个和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的人做副手 没有把李半途赶下就已经不错 不可能支援李按他的想法去治理中国 而李性格中的柔弱 特别是中共这种整齐华一 强调服从的政治体制 也决定了他不敢或不愿去挑战最高权力 他能够做的 就是在临近退时 发几句呐喊 改革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人在做 天在看 在外人看来 这有某众壮志未愁的悲怆意涵在内 显示一种不甘心的姿态 但也仅此而已 这当然也是李的局限 人都有局限 很难有政治人物超越他的时代和所属利益集团 指望李做胡耀邦或赵紫阳都不现实 胡赵经历过战争 也经历过文革 对中共体制的荒谬有深刻的反思 所以能够走出这个体制 甚至和他某种程度决裂 李虽然也经历过六四 但他在这场运动中毕竟没有选择背叛党 而是要在党的体制里改造党 他走的是这条补强工的道路 所以归根结底 他是党的人 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他原本想做一只啄木鸟或者补强工 但习近平不给他这个机会 习认为他的补强方式只会使党更软弱 而不是更强大 因此 他只能对习曲折表达不满 而不敢公开和习抗争 更不敢和党分手 他没有这个魄力 人们也不应指望他有这个魄力 自六四之后 在党的高级干部里 从来没有人公开叛党 哪怕他们对习非常不屑 对党的黑暗非常了解 故不必苛求他 相对而言 身居高位 能在中共这股浊水中成为一个清流 已经不易 不能要求太高 他的不幸离世 局势震惊乃至悲痛 人们用他是一个好人 人民的好总理 来表达怀念和尊重之情 已经映照出了人心 谁心上装有百姓 谁只是嘴上说说 人命是很清楚的 对他的哀痛 其实也看作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还用赃克家的那首诗来结束吧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 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 很高 李克强的去世 使人们感到震惊和惋惜 但这个悲剧并没有落幕 李克强的人生 是一代人的悲哀 他和许多当年的青春志士一样 为了权势和名利 放弃了独立思考能力 走上了扭曲自己的道路 共产党制度是毁灭良知的 良知与共产党的体制无法相容 李克强的人生悲剧 也是共产党制度所决定的 他活得憋屈 死得窝囊 这也是共产党制度的逻辑 他的趣事让人们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对中共政权的不公 感到悲痛和惋惜 他的趣事是一个警醒 提醒我们要怀念他 同时也要思考中共的体制 是否真的能为人民带来幸福和福祉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李克强去世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台海机会董事长李大为 对李克强逝世 最高学历的李克强 改开以来最弱势总理 华尔街电视完整版 2023年10月28日 李克强曾访港卷 港大818风波 反送中期间曾支持林郑月娥 美国驻华大使悼念李克强逝世 请大家收看 台海机会董事长李大为 对李克强逝世 联合早报 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李大为 对中国前总理李克强逝世 表示哀悼 他表示 虽然自己未曾与李克强接触过 但听说李克强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中 做出了很大贡献 相信中国大陆民众会怀念他 最高学历的李克强 改开以来最弱势总理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逝世 引起了人们的哀悼和反思 他被称为人民的总理 但也有人认为 他是最弱势的总理 李克强上任时充满雄心壮志 但在任期结束后 却被认为是一个志向受限的总理 他在卸任讲话时的凯探 也显示了他的无奈 美国前国务院中国问题首席顾问余茂春认为 不论是谁上台 中国的情况都不会好转 因为中共的制度限制了领导人的能力 李克强在政治上遭遇了不少挫折 他本来有机会接替胡锦涛成为总书记 但习近平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胡平指出 在中共召开的会议上 习近平被排在第一位 李克强被排除在外 这使得李克强的政治前途受到限制 习近平上台后 他的权力超过了国务院 使得总理的地位变得弱势 李克强的逝世 被一些观察家视为一个新的转折点 尽管被称为最弱势的总理 李克强在任期间仍然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他提倡地摊经济 鼓励失业者做小贩 以缓解就业问题 他还在记者会上提到了 中国仍然存在的贫困问题 这些立场与习近平的路线有所不同 引起了外界对习家军打压李克强的联想 然而 现任总理更加弱势 完全成为习近平政策的执行者 李克强的突然逝世 标志着中国政治的一个新转折点 习近平将总理的职能压制得很低 重新换了一个总理 实际上是他自己来主管全国的经营管理 然而 习近平并不是一个经营管理者 这可能导致更多问题的出现 李克强的逝世 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也让人们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担忧 华尔街电视完整版 2023年10月28日 根据华尔街电视简报 李克强被习近平边缘化 享年68岁 这一消息引发了关于中国政治的讨论 李克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 被认为是被控制的一方 它的趋势可能会对中国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在股市方面 香港股市出现了上涨的趋势 许多中国公司加入了回购计划 这推动了股市的上涨 同时 科技行业也推动了市场的谨慎乐观情绪 科技公司的表现良好 投资者对市场前景感到乐观 另一方面 雷米·康特洛削减了其预期 美国的销售反弹也消失了 这可能是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战的影响 投资者担心 这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并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 李克强曾防港卷港大818风波 反送中期间曾支持林郑月娥 自由亚洲电台 李克强前总理在2011年防港期间引起了不少争议 当时 他在香港大学百周年校庆活动中被安排做上校监议 引起了质疑 此外 警方在李克强防港期间采取了大量警力 阻止市民向他反映民意 警方还将遇示威的学生禁锢在校园内 直到典礼结束才放行 另外 有住在立岗城的居民穿着六四衣服在大楼下抗议 也遭到了警方的干预 李克强在接见时任特首林郑月娥时表示 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及港府依法施政 然而 林郑月娥最终未能连任特首 至于李克强在任内最后一次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他回顾了过去五年港澳工作取得的进展 强调要全面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的方针 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原则 美国驻华大使悼念李克强逝世 联合早报 总结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社交媒体上悼念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的事实 定向他的家人 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会晤中也对李克强的去世表示了哀悼 两岸 只剩下悼念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骤世 美日要新多国政要哀悼 RTI央广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在10月27日逝世 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震惊和悼念 美国 日本 新加坡 澳大利亚等多国政要向中国人民和李克强家属表达了他们的慰问和哀悼之情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也不一表示李克强在日中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洛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也向李克强的去世表示哀悼 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在出席论坛时得知李克强的事实 表示对他的离世感到惋惜 并对中国人民和李克强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表示 他对李克强的逝世感到深感悲痛 他们曾多次会面 并表示李克强对澳大利亚友善热情 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也对李克强的逝世表示悲痛 并对中国人民和李克强的家人表示同情和慰问 澳大利亚前总理腾布尔表示 他和太太都对李克强的逝世感到非常悲痛 他们认为李克强是一位具有魅力和建设性的合作对象 这些国家和政要的慰问和哀悼 向中国人民和李克强的家人传达了他们的同情和慰问之情 李克强之死 习近平至今不发一语 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网民质疑李克强死因黑幕 党媒头条习近平强压李克强死讯 胡锦涛的神秘一拍 李克强去世恐引发集体事件 请号明镜焦点2023年10月27日 明镜新闻台 李克强 中国国务院总理 于26日下午在上海游泳时突然猝死 消息传出后 网民开始质疑他的死因 并指责习近平试图掩盖真相 官方随后删光了评论 加剧了猜测的范围 李克强被称为最弱总理 他在任期内一直受到习近平的限制 他的去世可能引发中国政坛的动荡 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政要 纷纷表达了对李克强的慰问和哀悼 李克强是中共领导人中学历最高的 他一直从政并逐步升职 然而 他的经济政策一直受到习近平的限制 此外 李克强的去世可能会引发集体事件 因为他之前与胡锦涛有一次神秘的会面 以上是明镜新闻台的报道 江泽民离世港府急出新闻稿悼念 李克强离世李家超领反映 自由亚洲电台 李克强去世后 香港官方和政界没有立即做出回应 直到七个小时后才发表道文 与此前江泽民去世时相比 香港政府的反映时间较长 李克强曾是香港特首李家超的上司 去年李家超还向李克强述职 李克强去世的消息传出后 香港特首和其他高官都没有公开活动或对此表态 直言不讳的李克强留下过哪些金句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于10月27日去世 他在任期内以庶民作风和直言不讳的言论 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喜爱 他在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状况方面的言论 引发了广泛关注 例如他指出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仅为1000元人民币 他的直言不讳反映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情况 李克强还多次公开发表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党中共不同调的谈话 被认为是中国最敢言的弱势总理 他的言论涵盖了施政透明度 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和减政放权等治理领域 以及中美关系和全球化等国际问题 李克强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期间 以庶民作风和直言不讳的言论 赢得了中国民众的喜爱 他的直言不会让人们看到了 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情况 例如他指出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仅为1000元人民币 这一言论引发了广泛关注 他还多次针对民生议题实话时说 表示农民的医保水平不高 政府和社会应共同努力缓解民生之痛 李克强的言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党中共不同调 被视为中国最敢言的弱势总理 他强调社会政策要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 坚决反对空谈浮夸和盲目蛮干 他还提到人在干 天在看 苍天有眼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不满 尽管受到习近平强人政治的限制 李克强凭借经济政策上的务实主义 获得了正面评价 李克强在不同领域发表了许多经典言论 他强调政府应加大公开力度 行使权力不能打小算盘 他还提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需要触动利益格局 但再深的谁也得躺 他强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要让市场主体法务禁止即可为 政府部门法务授权不可为 此外 他还谈到要用减政府权力的痛来 换得企业和群众办事的爽 在中美关系和全球化方面 他表示中国不会称霸 而且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 使全球化的受益者会继续扩大开放 两岸遭习近平红色清洗 李克强促势恐引发政变231027-20 RTI央广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突发心脏病后不幸去世 这一消息引起各界震惊 一些学者认为 李克强的促势并不单纯 可能与他与习近平在权力上的竞争有关 李克强曾被视为潜在的最高领导人 但最终由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 李克强担任总理 成为二把手 两人在经济政策上有不同的调整 这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为了巩固权力核心 习近平可能会继续整肃其他权力竞争者 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以来学历最高的总理之一 他在经济领域的才能备受青睐 他在任总理期间 带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治理的理念被称为李克强经济学 然而 他的观点与习近平有所不同 这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核心 可能会削平所有的山头 清洗那些不听话 意见不同的人 李克强的死并不会改变习近平的权力追求 中国政治的悲哀在于 当他走向更黑暗的道路时 没有人站出来制止 也没有人引领中国走向更好 更民主自由多元的方向 习近平追逐权力的过程中 李克强的死只是一个垫脚石 整肃团派成为习近平巩固权力的手段 这也让人感叹当今中国政坛 竟无一人是男儿 所有人都向权力低头 面对习近平的暗黑势力 中国需要勇敢的领导者来引领国家 走向更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各位民进的嘉宾大家好 我是黄兆平 欢迎再次收看我们中国音乐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 探讨中国的问题 还有未来朝向哪个方向 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今天与会的嘉宾 王军涛博士你好 刘平先生好 各位嘉宾好 大家好 导播好 谢谢军涛 陈国兰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国兰教授 何平先生你好 大家好 中国国务院总理 前总理李克强 曾经是中国政坛的第二号人物 突然在上海逝世 在这个中国官方发布消息之前是说李克强在上海休息 但是我不晓得这个休息这个意思指寒的是什么样子 等一下请嘉宾来分析一下 后来突然是因为心脏病心肌梗塞的问题 所以这种心肌梗塞是很多人包括中年人跟老年人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死因之一 何平你怎么看待李克强突然间以68岁享受了然后就离开人间就走了你怎么看待李克强 昨天我是在回家的路上啊就是得到这个消息我们六道的网友在六道的聊天室发出来这样一个消息 我当时还以为呢是恶毒制啊 后来知道之后呢我就马上赶到赶回办公室啊 启动了我们的啊这个简报系统啊 每一个小时我们烧集全球媒体英文媒体关于李克强啊 总理的这样一段去世的消息 这个是路透社啊纽约时报加拿大环球邮报 BBC很快就相继来了啊 给他的这个评价都非常之好啊 但是啊整体来讲的一句话呢 就是他是被习近平边缘化的一个啊总理啊 这是一个自由主张资本主义是由开放的一个总理啊 为中国的GDP的增长中国的变化啊 足处了这个非常卓越的这个领导 但是很可惜啊啊 他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核心的人物啊 最终呢就这样啊就就就就不再担任这个总理了啊 这是英文的媒体那中文的媒体呢就铺挺盖地啊 非常之多啊但是几乎看不到一篇啊 对李克强啊总理的这样一个批评啊指责啊 几乎都没有啊啊那么呢反映出来啊李克强先生 虽然没有从成为中国的第一号人物 但是呢能够在去世的时候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评价 尤其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还是我感觉到啊他就是说很值得这这份啊荣耀啊 那么对于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评价 他当然是刚刚去世 尤其是我今天刚刚看到对外关系委员会啊 我们几乎每一天把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智库的各种报告啊 都拿来这个翻译出来啊 立即翻译出来 今天看到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第一篇 他主要是讲李克强总理的去世 是习近平一系列的政治危机的又一个事件啊 因为人人们习惯于借助啊 这个一个领导人的去世 来啊表达他们的对现实 或者对现在的其他领导人 就是对习近平的不满等等等等啊 那么其他的评价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中间 最值得跟我们观众推荐的啊 就是很允许的有尊涛王军涛不是参加这个节目啊 平时我跟王军涛不是啊 真正吵吵啊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是我的挑衅啊 就是为了增加我们节目的 这个这个观看的热闹的程度啊 但是事实上在这个王军涛不是我们认识 三十多年以来啊 可以说是我是对他非常的尊重的啊 而且是一直把他作为我的一个司长啊 之所以这么一说的一个原因是 王军涛是今天最合适的讲这个内容的原因是 我们将会在第二个反节讲到一个领导人的去世 引起了啊文革啊 没有结束或者快要结束的时候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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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1976年的啊 4月5号的当时也是总理周恩来的去世 引起啊当时的知识界工人啊 或其他的民众对这个现实的不满啊 对周恩来的敏划 引起了一啊这个史上的四五运动 而在那个时候王军涛不是仅仅只是一个终身啊 就开始表现出他足远的见识和这个勇气啊 那个时候王军涛就开始在中国政坛出现 那么是后来他因此呢还成为啊 这个更新团啊 成中央号部委员 而且成为了胡耀邦和其他领导人培养的一个对象 但是后来到了北大之后啊 那个时候北大一直集中了啊 各种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最有理想的人才 那么啊胡平啊啊 这个这个王军涛啊啊 李克强啊都是其中里面啊 最企业的几位这个学生 当然一大批一大批啊 很多都是我们的朋友共同的朋友 但是那个时候王军涛和李克强就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 王军涛啊开始啊羞羞答答啊 表现出某一种啊体制内体制外的这样一种啊 一种一种混合的一种力量啊 希望中国的变革 而在那个时候出了很多书 办了很多的韩寿学校 而且呢做了很多的社会调查 在那个时候王军涛被认为是中国可能未来啊 最最有希望的啊一位领导人啊 但是后来的情况我们知道啊 后来胡耀邦的这个去世 胡耀邦总组计的去世引起了1989年一代 4月15号去世之后引起一系列运动 王军涛又不知道是举动还是被动啊 啊总之后来是给了他一个审判 认为他是天文宝正的黑手 其实你在回过头看看历史 王军涛当时候和陈子明和他们这一代人是努力的想不让这个水潮啊 最终失控啊成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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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品啊成为一个啊 政权的一个暴力的一个一个牺牲品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个时候王军涛就成为我最啊就是敬佩的一个人 主要是他在这个法庭上啊 敬佩的来承担很多责任 最后面被判刑十几年啊 啊那么当时啊由于美国的压力 最后面的执政在监狱到了这个美国啊 对王军涛的吹捧不要讲了太多 稍微了解一下当时候北大的情况的话呢 吴平啊王军涛啊这个这个李开强啊都是各有所长 李开强后来呢成为了北大寄予很大希望的一个改变中国啊 政坛的一个重要人物啊 那我们也经过啊他跟他们同学 打过很多北大的同学中间有意和无意的啊 就把很多的理想投射到啊李开强身上啊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许他是他个性的原因 实际上李开强在中国的政坛上面 并没有表现出真正大的勇气 他是小心的谨慎 想能够发挥他有限的作用 但是李开强并没有在中国的政治的中间 表现出反普世的价值啊 反这个市场经济啊 总是给人的感觉呢 啊他是一个可以啊 把中国带向一个更开放的一个体系啊 那么给予一个想象 没想到了 他居然啊就是在这个啊 啊后来的这个中共权力的这个过程中间 完全离开了啊这个权力的第一线 我们本来说啊他应该像马英九一样 或者是其他的美国领导人一样的啊 下来之后会成为一个学者 成为一个啊一个思想者啊 没有想到他突然之间去世啊 我之所以讲这么一段主要是推出我们的王健堂不是 好 行那我接着就就请教你了哈 这个因为我看了 李克强因为新加密突发四次 我看中国官方媒体很快的就证实了这消息 但是我们这题目是为了说有没有什么疑问啊 2000年68岁 那么实际上按照中国官方的这个预计的预期的寿命 这个统计呢 中国是在2021年已经达到了79.2岁 到了2022年下降了一点 就是78.9岁 那么就说李克强也这样的一个 就早于这个十年这么死的话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蹊跷 而且如果联想到在中国官场上 被习近平政治清洗的这些除了明确说票楼之外 那么其他的这些呢 比如像罗志军啊 这些就是过去李源潮和令计划的这样一些大将 都是差不多在60多岁就死掉了 那我们最近也知道最近像王绍军呢 这些都是这个死亡在政治上呢 其实不正常的 不过我们想搞清这种也很难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华民国国呢 出现过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 包括像周恩来这样的 他也是在78岁死的 这个78岁呢 周恩来已经是在王大民中身心嚼碎 而且他当时有病毛泽东不让治 那我们都知道看晚年周恩来的时候 毛泽东不让给他开刀 不让给他做手术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还活到78岁比李克强多活10岁 所以我觉得就参照共产党的这个来说 因为当然我觉得也有些朋友说 那其实也有人英年早逝这种人挺多 那我的同学也有啊 问题不是在这 就是说关键是 李简不一样 李克强在进入郑国家领导人时候 李简都是强迫性的 就是说你必须到时间要紧紧 而且进入郑国 因为中国实际上 李克强和习近平是直接进政治局常委 在中间有一个段 就是共产党少了一个接班人 这个接班本来是宋德福 这个其实当然和平先生更熟悉一些 宋德福还因干死之后呢 共产党由此就做两 第一呢 进入郑国级的领导人 要进行非常严 就特别要接大位的领导人 要进行非常严格的体检 第二呢就是 他这个要搞了双 双接班吧 就是要两个人要一个备胎 那么所以我觉得李克强这个呢 死亡不正常 但是呢 也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那个我也注意到 李克强这个病适性消息出来之后呢 我当时感到一呢 我还是觉得不意外 不意外就如果属于政治谋杀 就不意外了 但是我还是感到挺难受 难受意思就说 除了他这个死的年龄太年轻之外 就是当年呢 就是当年李克强在北大 我们之所以能相识 那我们是当时一块 我和张伟李克强 还有经济的李少民 还有这个物理系的 汪康茂 数学系的周青 我们搞了一个跨学科杀龙 这些想通过不同学科的这种交流 比如大家都是死 这个谈风非常见 就是这个思维非常敏捷 李克强当时也是呢 就是一谈话的时候 也是妙语连珠 他最早引起北大的注意 是因为当时他写了一本 一篇论文 是要用控制论系统论息论 三论去改变 和重新诠释法学系统 和法学争论 一下导致了像龚祥瑞啊等等 中国一大批受过 在国外留过学的这些 中国的法学 尖子权威的教授的这种注意 后来把他 那么他实际上后来呢 在1982年中国派出第一批 就是完整了 受了这个中国的 后来的教育文革后教育的留学生 实际上当时 卡尼尔大学的罗毅教授 这是王少光的导师 那么到了北大 后来到了中国转立圈 后来龚祥瑞想的推荐了 李克强他非常满意 李克强本来呢 是已经都作为到美国留学 但是后来他决定呢 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他留下来 那么走了这个 后来这路 那我为什么觉得难受的原因 就在于说 其实后来我发现在 我因为我出国之后 就基本上不看这个电视了 但是有一次偶然看到 看他说话 特别一字一句在说 很像那种中风之后 或者是像这种大脑炎后遗症的人 那么说话那么慢 我就觉得非常难受 我觉得一个官场 怎么能把人得不到这个能够 不过呢 我一开始也认为李克强 其实是不适合做主要的党政领导 最主要原因就这个人 他不整人 他不 而且呢 有些人就跟我说 李克强是亲信怎么样 我说李克强这个人 没有什么亲信 他好朋友 他不会 他不拉到官场中来 这个人 那么这点呢 其实他 而且呢 就像北大吧 当时出了不少人 但是李克强 他基本上他都没有用 他用的呢 也都是组织不能考 他身边的人都是 他跟他打过交的 他觉得比较责心 有的 那么这个人后来呢 就是在官场上 我觉得他是 因为他谨小慎为 也许就是这种官场 中共官场这种不正常的 这样一个风气 给他带来这种心理压力 让他感受到比周 因为周来这个人神经 还是很坚强的 对吧 我们知道他从搞红队 白队开始 搞暗杀开始 这个人的神经 几乎是刚一般的神经 所以他可能 大概虽然他身体不好 但是李克强呢 就是因为他官场 我记得那时候 高发林02年吧 从这个大陆回来 高发林呢 我今天还跟和平说 应该把他找来 因为他当时李克强 在做团中央书记的时候呢 还有胡锦涛做第一书记 就是高发林 是团中央 机关党支部的书记 就这俩在组织上 要向他汇报思想的 他要主持生活会的 那后来我问高发林 因为我想的 肯定有些消息嘛 胡锦涛的时候 胡锦涛还江德民的后期 胡锦涛要接班 是中国官场的 那时候崩起来比较自由 那我问他 我说呢 那都是二李吗 我说李元朝和李克强 谁可能会接班 后来高发林就反问我一句 他说你觉得谁合适 我说我觉得李元朝合适 就是因为李元朝 在这学术啊 在专业方面 我觉得李克强肯定是比较强的 李克强大学前就翻译了 著名的这个文献 而且跟帮着肯翔瑞 写了当时中国 到现在大概也这个比较权威的一本书 就是主席宪法与行政法比较 这本书 那他在做这个就是 但是呢 李克强的性格 我觉得他就是不适合做政治领导人 就是特别核心政治领导人 他要做这个 他一是他处理不了这样一些政治斗争 他对人下不去手 第二个呢 就是他会自己感到心理压力很大 后来呢 在时候高发林就说 因为我觉得李元朝比较合适 然后高发林说 问题是呢 这个胡锦涛喜欢李克强 那后来我就知道 李克强将来可能 但是后来 这个习近平弯道超车呀 就这个曾经文搞了一些小动作 曾经文 就让胡锦涛跑到前头 我记得那时候 李克强这个胡锦涛上来之后 开始要这个一批省级大员调位之后 那时候这个多维还发了一篇报道 当然也是外电普遍说 李克强领跑第五代 那么我是想啊 就是反正他死呢 应该是政治上的原因大 这个原因呢 即使不是谋杀 即使不是当时不正常的官场的这种背后者 是这种的我们永远不清楚 从中国古代到现在 有些问题之所以好像清除上都是民间传说 都是八卦 这种事呢 当局者独裁者可以处理了 但是那也是因为这个他的心理素质啊 不适合中共的官场上去处理那样的一些 这个波这些非常阴谋 阴狠的这种斗争 狠辣这种斗争 所以那我当时还听到一个说 2007年的时候 胡锦涛突然提前从这个欧洲回来 就是因为这当时人在李克强的办公室 把他两个在辽宁的人给抓 那两人跑到办公室来给他伸冤 说是呢 他们肯定要被冤枉 在这办公室抓走 胡锦涛是担心有变 所以赶紧回来 像这种刺激大概都使得李克强 后来就是我说我在官场看到 你看到他皮肉比较松弛 人家还给我讲了一个细节 就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时候 当时你看这个 你可以看温家宝就比较强势 到那之后说这说呢 而且他敢拿电话摔电话 去骂军队的军头 但是呢 李克强就不一样 当时呢 汶川地震大吃大喝 他不愿意去 但是他又不敢得罪这些人 或者不想得罪人 自己跑到借口 需要工作 需要跑到帐篷里吃方便面 然后他旁边的那些领导人 就在大吃大喝 在那鱼肉百姓 那就说这个人 这样的人呢 我就觉得说 当然就说呢 一个是我觉得提的不值 作为一个在北大的老友啊 他就走上中共观察 他刚才那个谁和平也讲了 其实我和他还有张伟之间 我们有过几次谈话 关于中国的国运 和个人的政治选择 有过一些谈话 今天不是谈的 我要礼拜六看 有时间到和平那去谈一谈 当时我们是怎么说的 那么但是呢 就是他后来做了这个路之后 我觉得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以为共产党会变越 越变越好 但事实上八九年之后 共产党的官场风景 就越变越差 除了对外越来越腐败之外 对内也是阴谋诡计 那么到了习近平时候呢 更是他搞一言堂 就像李克强这样 当然就备受屈辱了 因为这个而且这个李克强 支持很多人说 习民不会留他 就在于如果要是习近平被干掉啊 假如不论是习民自然死亡 还是他在政治上被说 李克强恰恰是一个在 共产党的标准 是他的一个备胎 这个和平刚才讲到外电的评价 其实外电还普遍有两个评价 第一他务实 第二这个人呢 就是比较接地气 就比较接比较注重民生 这两点 还是也对他评价挺高的 好我就说这么多吧 总之呢 我的看法是 李克强就是死在了 这即使不是死于政治上的这种谋杀 不是死于官场 他也是因为呢 作为一个 还有一些这个专业上的一些底线的人 他大概呢 心里这个小心脏啊 承受不了中共的 特别习近平那种独裁体制造成的这种 对给有良知人造成巨大压力 这个国安教授 你怎么看呢 君涛对李克强的这个事实的死因 还有一点疑问 你怎么看 君涛博士我一向非常尊敬他 可是呢 如果把李克强的死亡因素 跟政治挂上钩 我是觉得过度推论了 那么也许在过去 无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都有政治谋杀事情 但是现在应该是这种问题不存在 何况李克强他不是在职位上面 他已经是退休的人 他对于这个习近平呢 没有任何威胁 而他所谓的团派 也已经被整肃殆尽 所以他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影响力 甚至没有干扰 目前所谓习核心 他在权力运作上的一种能量 所以需要用政治谋杀手段来对付他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 那么第二个 如果他因为担任总理的十年 政策 他的所谓习 他的这个 在习近平压力之下 他的政策理念无法实现 而心里有点欲足的话 那么这跟心脏病的一个发作 没有必然的关系 因为心情不好 可以影响 考察期间 比如犹豫症那些 但是心脏病 是因为心理因素引起的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我们看这个心脏病 这个他的造成的原因非常多 因为人体的心脏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发现问题之后 要医治 有很多情况是医治不了 所以很多人很年轻 五六十岁就心脏病过次 跟平均年龄 平均寿命 他是常常是比较低的 因为心脏病 很多情况是 是突然发作 而无法医治的 你像这个三星的 李再希的老板 三星集团韩国的 那么他有游乐 全世界最好的医院 可是他老板 七十二岁 就心肌梗散 然后变成植物人 过几年才死掉 那么这 我们就可以看出 心脏病不是 那么容易发现 急着发现 也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 所以这个李克强 这次在上海 说他游泳的时候 心脏病发作 然后抢救十二小时 我比较相信 是纯粹 这个是身体的因素 而不是有政治因素的摄入 那么这一点 我们应该是 有几分证据 有几分根据 说几分话 这个李克强呢 确确实实是不得志的总理 他在第一个任期内 刚上任的时候 雄心万丈 他的经济思想 是比较自由化 是向市场让利的 所以他当初呢 是希望在改革开放 到那边已经差不多 这个已经二十几年了 30年了 他希望进一步的开放 所以体制改革 向市场靠拢 甚至在譬如说 在上海自由贸易区 做了成功之后 向全国推广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经济思想 那么可是 他跟习近平的政治 经济思想是不一致的 习近平比较倾向于 国家资本主义 那么他是比较倾向于 市场经济 因此呢 他越到后来越不得志 那么他的经济政策理念 基本上得不到实践 比如刘鹤这些人 反而是 虽然是副总理 但是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所以他的这个 决策的权力 甚至大过李克强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李克强是一个不得志的总理 他是越到后来 越是弱势的总理 他的弱势 一部分原因是习近平的一个强势所造成的 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经济上的一个主张 未必能够针对中国大陆经济的问题来做根本性的解决 那么很多疑难杂政不是开放市场经济 不是这个更多的一种自由思想就可以解决的 有时候必须用强而有力的措施来处理 所以习近平他这个采取的经济对策的 是比较强悍的 是比较向国家的权力能够有更大的运作的空间靠拢的 那么这跟李克强的经济思想是不尽一致的 所以他是一个弱势的总理 特别是在最后几年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执行者 而没有参与决策的一个权力 甚至核心的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核心的决策过程 他常常都是没有参与的 所以他是一个有总理之名 而无总理之权权的一个总理 所以他心理上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这个跟导致他心脏病过世 未必有直接的关系 很可能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想应该是从这方面来理解 是比较健全的 不过这个郡东补充一下 对这个陈先生呢 我也很尊重他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证据大概呢 就是我们能看到证据 应该支持陈先生的说法 但是我们也讲了 当然我觉得还要强调三点 第一点呢 李克强作为要进入郑国级领导人 因为有宋泽福的教训 其实中共中央把关是非常严的 在体检 他跟一般的这种老板 愿意去检查和不愿意去检查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这些人是在有身体有异样 才去检查 中共因为有宋泽福这个教训 实际上郑国级领导人之前的检查 非常严格的 第一个 曾经也传过十九大人说 这个李克强大概有糖尿病 还是什么说呢 大概不准备让他再继续再担任总理 但后来还继续担任总理 就说明他的健康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李克强不简单的是一个 在经济思想上跟习近平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习近平是全面扭转邓小平 包括在政治上 他开始任人为亲 在政治上搞独裁搞专制 这些都是邓小平 当时要对总结毛泽东的经验教学 要基础正的 李克强可以说是在按照 邓小平的接班人的思想 不是说这个 如果不是曾经搞这个小动作的话 按邓小平的接班人思想 他应该是共产党内带领导人中间 就是在这个能够在位的 应该是最合适的一个人 第二个 除了海归的海归 但共产党有个不相信的问题 而且呢 李克强在这个农村插队 他就是大队书记 他这方面也算根工苗正 他也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家庭出身 这个 那么第三个呢 我觉得李克强和习近平的这个呢 就是作为总理来说 其实中国中华民国的总理 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完全的 像西方的这样的总理行政首脑职务 是因为呢 中国不是三权分立 中国也不是内阁制 中国呢一开始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核心 他来决定大政方针 至于说他底下的这个管事权 事权呢 这个他下放多少 这个呢 是每个这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不一样 那么当然你看一看出 江泽民当时是跟这个朱镕基 也争过一段时间 后来到朱镕基服软了 这算是 那当然这个胡锦涛这个人 是个杀手掌柜 因为还有江泽民 他认识他对温家宝相对的权力大一点 毛泽东呢 是给周恩来套了一个警服咒 但是呢 具体事情还是都让周恩来去处理 那李克强可以说 在共产党的这些历届总理 大概他的处境会比李鹏好一些 因为李鹏后来到八 到这个 到的最后一个任期的时候 邓小平决心让周恩基替代他这样 后来中央搞了财经领导小组之后 他呢只是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朱镕基呢 是第一副组长 那么就实际上已经把财经的管理权都拿过去了 李克强呢 但至少还有部分的管理权力 好 谢谢君涛的解释 不过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失事 引起很多人的这个不同的看法跟想法 这个讨论完第一个议题之后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三中全会姚无期北京政治夜电话 美中缓和胜一切经济问题抛脑后 中共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 哄抬领导人的表演政治 请大家收看 黄浦江峰 三中全会姚无期北京政治夜电话 VOA江峰 过去的一周北京格外热闹 一带一路风会刚结束 中联部就主办了所谓全球智库大会 还有类似的中欧交流会议在各大学举行 加州州长纽森从深圳到北京也得到了空前高规格的接待 以政治明星的姿态与元首会面 几乎让本周的北京政治气氛达到了一个高潮 金户两地的外交官和观察家都知道 连带最近中国互联网和电视媒体反美宣传的暂停 以及王毅部长和一干大学生官方智库代表团到访大洋彼岸 连姚明也作为所谓民间外交大使专赴美国 都是北京在为11月的美中峰会营造气氛 美中缓和胜一切 经济问题抛脑后 11月中旬在旧金山的APEC峰会 届时将进行美中领导人会议 这是去年巴厘岛峰会后的美中元首再次见面 对拜登总统来说 或许这次峰会并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 对目前忙于支援乌克兰 介入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冲突的美国来说 美中峰会只是面对面确认 两国关系是否稳定在所谓护栏内的一次难得机会而已 但对中国来说 意义却非同寻常 极其重大 也可以说 今年中国的整个外交重心 就是旧金山美中首脑峰会 其他一切外交活动都为此做准备 因此 才有3月美中首脑通话后 美国高官连续访华 才有中国在对俄援助的克制 尤其是在10月7日 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 中国立场的不断调整等等 甚至 通常在10月份召开的党的三中全会 至今杳无信息 遥遥无期 越发证实了民间各种猜想 尽管中国经济问题极其严重 远非经济统计数字的复苏性增长数字 能够掩盖 但是疫情结束的一年来 中国领导人完全无心经济 而是将元首外交置于首位 全心全意地试图缓和美中关系 以至于 在中央内部 至今无法形成完整的经济复苏方案 名义上负责经济的总理 其存在感 已经降到了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低点 按惯例讨论经济方向的三中全会 自然只能无限期推迟 哪怕可能所有内部人士和市场主体 都已经发觉经济恶化到了危险边缘 也许 在旁人看来 这种单线程的次序主义治理方式 简直难以理喻 却是过去数年 中国完成个人威权转型的结果 在元首和官僚集团之间 正在出现一个鸿沟 不仅是如普京一般陷入信息岛的问题 而是双方的互相怀疑 随着秦刚和李尚福的落马 而公开暴露 中共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 事实上 在一个凡事都要经由元首签字认可的体制下 无论他多么勤政如皇帝崇祯或者雍正 庞大的书记处已经按照优先顺序筛选 屏蔽 隔绝了大量次序顺位较低的报告和会议 在有关美中关系 政治安全和军事问题之外的普通 勤资非到地方性 小型 偶发性问题演变成全国性大型紧急问题 不会轻易到达元首处 也因此才有官方对民营经济 对美中关系的不断反复 才有坚持动态清零下 一切了无声机 或者为了一个政治安全不顾经济 民生的绝对主义治理方式 更重要的 所有这些危机 无论存于顶层还是基层 他们还被元首政治的一种派生性政治所遮蔽 将中国的高层政治逐渐转变为一种 介于暗示政治和舞台政治 又兼具两者的夜店政治 也就是说 北京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和资源 被投入到为元首政务营造气氛的集体表演中 无论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 如同夜店里的气氛组 北京政治变得越来越夜店化 为大金主捧场营造气氛的夜店逻辑 已成为中国政治运行的主旋律 例如 每当中国领导人到外地视察 当地欢迎群众 无不是体制内干部扮演 甚至连当地干部也不值得信任 需要远调韶官干部 到广州充当临时群演 类似故事已成套路 北京和地方官僚 为营造人民领袖的气氛 可谓煞费苦心 围绕元首的一切活动 都变成了气氛组的组织动员 哄抬领导人的表演政治 这种情形 很像伯列日涅夫时代的晚期苏联 或者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政治 意识形态超过一切 而意识形态政治 则具体化为 与领袖有关的政治气氛营造 不过 这种表演政治 不独共产主义时代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 1970年代 在印尼巴厘岛 也就是去年美中峰会举行的地点 发现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 岛上的贵族统治者 就热爱一种剧场政治 表演代替了政治的主体 例如传统的部落协商 领袖权威 或者演讲承诺 甚至在最终被殖民者处决时 仍不忘穿得如同戏装 高度仪式化地结束他们的统治 理论上 这是一种另类的建筑政治 也就是那些使用不正当程序 获得权力的君主们热衷的 气氛政治 对他们而言 可能是重要的心理补偿 也是统治欲的体现 十分契合当下的中国 在中国 这种气氛政治 其实有着悠久传统 也就是所谓天下主义的 朝共政治传统 从隋到明 越是追求大一统和军权专制 统治者越热衷 四方来朝 藩属进贡的场面 而今天 这一天下主义的儒家国际观 变成了成型的 清诚慧荣 外交思想 虽然本身出自 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 大东亚共荣 却被中国外交部继承 且反向加诸日本 是今天中国气氛政治的 指导思想 最典型的 当历经三年 堕物里头的制裁和摩擦 澳中关系被迫缓和之后 为了营造阿尔巴尼斯访美后 访问中国的良好气氛 北京当局立即释放了 拘押三年多的 澳籍记者成蕾 以示宽大为怀 这样的外交内政作风 正在主导美中关系的议程 也改变了中国政治现代性 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 原本今年秋天例行的 面向经济问题的 二十大三中全会 只能苦于气氛缺失 而难以召开 等同于江山的人民 中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家们 不情愿配合 也无法配合表演 烘托气氛 很难像官僚阶级那样 随时能够充当群演 为了党的大会 挤出甘别的账户 消费或者投资 连临近的双十一购物狂欢 也因此黯淡了许多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召开三中全会 唯一的希望 就在于 美中峰会的顺利举行 为中国经济 注入最后一针安慰剂 否则 对那些伟大的巴厘岛政治家 专业的气氛组 官僚们来说 谁能保证三中全会 不会变成1962年初的 七千人大会 让建筑政治献出原形呢 但是 如果从气氛政治的角度来看 此次旧金山美中峰会 是一次为气氛 而气氛的外交行动 也未可知 毕竟 2023年三中全会的召开 无论找到什么开会的理由 都将是冬天的故事了 距离下个月的旧金山峰会 已经相当遥远 上海政治学者 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 作者使用的是笔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直以来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最新最有趣的新闻 本周的新闻内容非常有趣 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首先 我们看到北京政治氛围的热闹 从一带一路峰会 到全球智库大会 再到加州州长的高规格接待 北京政治活动的频繁举行 无疑是为了11月的美中峰会做准备 这显示出中国对于美中关系的重视 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 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然而 这也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中国政治的夜店化 作者用这个词形容 北京政治越来越像一家夜店 为元首政务 营造氛围的集体表演 例如 每次领导人出访 接待的人群都是由官僚居多 甚至连地方官僚 也要被远调到大城市 充当群演 这种表演政治 不仅在共产主义时代存在 甚至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 也有悠久的传统 这种氛围政治 对于中国来说 可能是一种心理补偿 也是统治欲望的体现 然而 这种气氛政治 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产生了影响 作者指出 中国经济的严重问题 并未得到解决 而是被元首外交置于首位 这也导致中央内部 无法形成完整的经济复苏方案 使得原本预定于 今年秋天召开的三中全会 不得不无限期推迟 这种单县城的治理方式 让人难以理解 但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 总的来说 本周的新闻显示出 中国政治的特殊性 和中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 同时 也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政治的夜店化现象 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这些都是 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最后 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你们对中国政治夜店化的看法是什么 你们觉得 中国应该更重视经济发展 还是外交关系 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欢迎大家收看 李克强去世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欲文世界 李克强去世了 但有的人还活着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过世 各国正要致哀 李克强去世 中共发布复告 强调要更加团结在习核心 活得憋屈 死得窝囊李克强悲剧 一代人的悲哀 李克强 薛权要触动利益在深的水 我们也得汤 请大家收看 欲文世界 李克强去世了 但有的人还活着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今年三月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突然离世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惋惜 李克强的去世 让人们想起了中国诗人 赃克家的一首诗 表达了人们对他去世的悲痛和不公 然而 对于李克强的政绩评价并不一致 虽然他在政治方面 没有留下令人称道的遗产 但他在个人品德和伦理方面 受到了一定的肯定 他对民生的关注和新挂民生的态度 也令人称赞 对中国社会来说 李克强的去世 不仅是对他本人的惋惜 也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李克强的离世 引起了人们对他政绩的评价 尽管官方复告称 他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但他十年总理期间 并没有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绩 他的一些政策 如互联网家和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似乎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此外 他与习近平搭班子 受到了权力限制 使得他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李曾在上任时 表达了改革的愿望 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他的权力被大大限缩 无法推动自己的改革方案 然而 李克强在个人品德和伦理方面 受到了肯定 在中共的干部队伍中 他被认为是相对亲政廉洁的 他没有被传出与腐败有关的丑闻 这在中共的官场中是罕见的 此外 他的为人和从政也受到了一定的好评 他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 也没有滥用权力 他的去世引起了人们的悲痛和惋惜 体现了人们对他的尊重和怀念 人们对李克强的哀痛 也可以看作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表达了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 和对改革的期待 李克强的离世 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悲痛 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情绪 他的去世让精英阶层感到失望 他们曾希望他能够成为 接替习近平的人选 然而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李克强无法施展抱负 他只能对习区者表达不满 而不敢公开抗争 他的去世 也让人们对中国政权的前景感到绝望 人们对李克强的哀痛 也反映出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表达了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 总之 李克强的离世 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政绩 和个人品德的评价 尽管他在政治方面 没有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绩 但他的个人品德 和新挂民生的态度受到了肯定 他的去世 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情绪 对他的哀痛 也可以看作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过世 各国政要致哀 网络媒体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因心脏病于27日凌晨去世 享年68岁 多国政要纷纷表达慰问与哀悼 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洲和马来西亚等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 表示哀悼之意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 李克强在日中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对他的离世表示哀悼 韩国政府表示 重视李克强对韩中关系发展的贡献 并向他的家人表示深切哀悼与慰问 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 在活动上得知消息后 表达了惋惜之情 马来西亚前首相内吉 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悲痛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指出李克强与澳洲合作密切 对他的离世感到惋惜 李克强去世 中共发布复告 强调要更加团结在喜核心 网路媒体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今天在上海去世 享年68岁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晚间发布了复告 称李克强的逝世 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强调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复告回顾了李克强的一生和政绩 并称他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 坚决支持党中央的领导 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复告最后呼吁 要将悲痛化为力量 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活得憋屈 死得窝囊李克强悲剧 一代人的悲哀 网路媒体 李克强的突然去世令人震惊 他的人生悲剧并未落幕 他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 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但随着他在政治上的晋升 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原则 然而 共产党的制度与良知难以相容 李克强的人生分裂成为他的悲剧 他在与习近平共事期间被欺悟 这并不是习近平的本事 而是共产党制度所决定的 李克强的去世令人怀疑其中是否存在政治因素 但在共产党制度下 谁都可能活得憋屈 死得窝囊 因此 李克强的悲剧只是共产党制度下的一个缩影 李克强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 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45年前 他和作者一起进入北京大学 他给作者留下了积极的印象 然而 随着他在政治上的晋升 他逐渐放弃了独立思考能力 他曾在北大学生抗议运动中采取控制措施 这引起了一些不满 他在政治上的转变 使得他的人生变成了悲剧 共产党的制度与良知难以相容 李克强曾公开批评中国收入分配不公 他回忆起毛时代农民出外乞讨的情景 这显示了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 然而 共产党的制度 使得他无法真正改变这种状况 他的人生分裂成为他的悲剧 他不断扭曲自己 已在共产党体制内攀升 但他仍保留了一些良知和同情心 然而 这使得他在共产党权力场上 成为一个软肋 被习近平欺负 这并不是习近平的本事 而是共产党制度所决定的 共产党的制度与良知相冲突 这使得李克强的人生变得悲剧 李克强的去世也引发了一些疑问 他在不到关定退休年龄的情况下 突然去世 这令人怀疑其中是否存在政治因素 然而 在共产党制度下 活得憋屈 死得窝囊的情况并不少见 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 有许多人都曾活得憋屈 死得窝囊 这是共产党制度下的一种表现 因此 李克强的人生悲剧并未落幕 它只是共产党制度下的一个缩影 共产党的制度使得人们无法真正自由地发展和追求幸福 这使得许多人的人生都变成了悲剧 李克强 薛权要触动利益在深的水 我们也得汤 网路媒体 李克强是中国的现任总理 他在不同场合发表的一些言论和观点 体现了他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思路 首先 他强调了国家利益和民族未来的重要性 表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必须勇往直前 再深的水也要汤 其次 他注重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 主张通过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来实现 此外 他还强调了薛权和减政放权的必要性 认为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 虽然需要触动利益 但必须勇于下刀 最后 他强调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表示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 开放对各国来说 就像空气对人一样重要 离开了就会窒息 总的来说 李克强的言论体现了他的务实和稳健的领导风格 强调了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 李克强病逝 最怕的是习近平 唯恐第三次天安门事件 李克强是罪落总理 习近平没必要对他下手 李克强不可惜 可惜的是全中国人 警号明镜新闻专访 2023年10月27日 明镜新闻台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 引起了广泛关注 有评论认为 李克强每年都会接受健康检查 而且他在不久前 还在敦煌墨高窟亮相 因此 突发心脏病的说法 有一定可能性 李克强的政治生涯中 习近平起初是支持他的人 但后来习近平压制了李克强 掌握了关键 使他不再有争议的地位 李克强的政治评价和施政评价 在网上广为流传 很多人对他的满腹诗书 和经济理念表示可惜 在李克强的官职生涯中 最可惜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接下来 人们将关注李克强的后事安排 以及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悲观声浪中 观察人士称 李克强曾为中国改革开放 留一线生机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 因突发心脏病 于27日凌晨失事 他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 但随着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的扩权 李克强标志的改革开放路线 也只能一再败退 在习近平频频干预 经济政策的情况下 李克强艰辛地在改革开放 与保守封闭间寻求平衡点 他敢于讲老实话 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持不同态度 虽然不一定被采用 但总是给外界带来一丝希望 李克强的经济政策 讲究务实稳健 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成长 然而到了第二个任期后期 习近平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接手主导经济政策 国务院沦为听令执行的机构 让李克强越来越难发挥作用 现在的中国由习近平一手主导经济政策 未来恐容不下李克强的个人意志 平民总理李克强直言 戳破吹大牛肉席 中国民间慎言气氛压抑 美国之音中文网 李克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离世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 李克强以其实力和关心人民的形象而闻名 他的经济学理念强调透明度 揭示了中国官方媒体和统计数据单位 夸大真相的陋习 然而他在河南省委书记任内封锁血货 导致艾滋病传染的消息 仍然被人要求问责 尽管李克强时代已经过去 但他的治理风格和对人民的关心 仍然让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 李克强和习近平的治理风格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李克强在言论中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对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提出了清醒 理性基于事实的判断 他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赞赏 戳破了官媒和统计数据单位 夸大真相的陋习 他还鼓吹了地摊经济 展示了他对草根经验的理解 相比之下 习近平对李克强的重用程度较低 限制了他的施政空间 然而 李克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干部 一直以来都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李克强的才干和诚实 让美国人对他印象深刻 他的经济学理念受到了海内外专家 经济分析人员和企业家的推崇和信任 然而 李克强的施政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他希望限制中国官僚体系 对经济和公民生活的影响 但受到了中共体制的制约 他也希望能够放松对民营企业的监管 但最终未能取得成果 此外 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停止不前 这也是李克强和历任总理的遗憾之一 虽然李克强生前有一些不足之处 但他的离世还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缅怀 关于李克强的死因 北京学界普遍避而不谈 然而 一篇网络文章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李克强的缅怀之情 文章称赞了李克强在河南解决艾滋病问题上的努力 并称他是能够破解复杂难题的能手 这篇文章显示了中国人对李克强的深深怀念和敬意 王军涛谈昔日校友李克强 他还是说了一些实话 德国之声 李克强的死讯引发了许多关于他去世原因的猜测和争议 一些人认为他可能是被谋杀的 因为许多其他与习近平有关的官员都在年纪较轻的情况下去世 然而其他人则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 无法得出结论 无论真相如何 李克强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并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产 他在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下 很难有太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尽管如此 他仍然在一些场合上说了一些实话 戳穿了习近平的谎言 然而 他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习近平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和镇压意义的态度 因此 他的离世对中国政治格局的改变可能并不明显 关于是否会出现像胡耀邦去世后那样的大规模活动 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 在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下 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可能性较低 1989年的学生运动和1976年的群众运动 都是在政治宽松环境下发生的 而现在的中国政府对意义的镇压非常严厉 虽然一些官员可能会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 但很难形成大规模的街头运动 然而 这些官员的不满可能会刺激习近平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 总的来说 李克强的离世对中国政治格局的改变可能并不明显 他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产 也无法改变中国政府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和镇压意义的态度 虽然一些人可能会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 但这很难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突发 车队运送李克强遗体 复告全文公开 民众前往安徽合肥李克强故居献花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去世 享年60岁 中国王毅告诉布林肯 深入对话可以稳定双方关系 缅北多地据称爆发激战 印度军队据称向巴基斯坦开火 拜登下令美军空袭叙利亚 请大家收看 突发 车队运送李克强遗体 复告全文公开 综合新华社 X 北京时间10月27日晚 有网民拍到 运送李克强遗体的车队前往北京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17届 18届 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 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3年10月27日临时时分 在上海逝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同志 1955年7月生 安徽定远人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 就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刻苦学习 追求进步 1974年3月起 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6年11月至1978年3月 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职部书记 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 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曾任校学生会负责人 1982年2月起 李克强同志先后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 共青团中央常委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年副主席 全国少工为主任 1993年3月起 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他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考虑和安排团的工作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1998年6月起 李克强同志历任河南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他提出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标 在全省上下形成发展共识 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同时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2004年12月起 李克强同志历任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他紧紧抓住东北振兴和沿海开放的双重机遇 着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构建5.1线沿海经济带 提出并组织实施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 促进零就业家庭就业等民生工程 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显著成绩 2007年10月 李克强同志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08年3月 任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 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负责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环保、建设、卫生方面工作 他协助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工作 把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作为医改工作的重心 推动医保、医药、医疗三轮驱动 着力推进保障新安居工程 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2012年11月,李克强同志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 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13年3月,在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同月起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保持战略定力 着力完善宏观调控 注重预调微调 注重定向调控 深入开展互联网加行动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 连接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2017年10月 李克强同志在中共19届一中全会上 又一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2018年3月 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他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并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面对世界变局加快演进 新冠疫情冲击 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持续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 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会民生 防风险 保稳定各项工作 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依靠创新驱动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保基本 兜底线 促公平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 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 推进脱贫攻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担任国务院总理后 李克强同志还先后兼任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 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组长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集结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 在科技 教育 生态环保和东北全面振兴 西部大开发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冠疫情发生后 李克强同志担任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推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李克强同志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他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 统筹推进财税 金融 投资 科技等重点领域改革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李克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感情 着力解决好群众就业 教育 住房 医疗 养老等方面的突出困难 兜牢民生底线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2023年3月 李克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 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李克强同志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奋斗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是现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 他的逝世 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我们要化碑通为力量 学习他的革命精神 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 出力奋发 勇一前行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李克强同志永垂不朽 民众前往安徽合肥李克强故居献花 综合新闻 综合社交平台X上的铁文 北京时间10月27日下午 在中国安徽合肥 已有民众前往李克强故居献花 随着夜幕降临 李克强故居下的献花越来越多 美国对疑似伊朗支持的叙利亚基地发动打击 华尔街日报 美国称 隐于周四晚对叙利亚东部的两个巨信 被伊朗组织使用的基地发动了打击 五角大楼称 这是美国面对一波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驻军的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做出的首次进攻性军事回应 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 Lloyd Austin在一份声明中说 此番针对伊斯兰级命卫队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及其关联组织的打击得到了总统拜登 Joe Biden的授权 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些精确自卫打击是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10月17日开始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方人员发动的一系列持续且大多未获成功的袭击的回应 缅北多地爆发激战 综合新闻 据艾利央视军事原以缅甸媒体报道 10月27日 缅北拉虚 桂台等多地的缅军军事据点遭武装袭击并爆发交火 战事激烈 此次袭击由缅甸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主导 并据艾日中国侨网10月27日原以缅甸金凤凰黄中文报报道 国感民族民主同盟军发布公告对此次武装袭击负责 称 行动旨在打击老街的电诈民团 因此从即日起封锁蜡虚至清水河 木解的道路 还有消息称 清水河多个据点已被同盟军占领 禁止通行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去世 享年60岁 彭博社 中国顶级流行病学家吴尊友在新冠疫情期间为政府提供咨询的同时 因病去世 享年60岁 吴尊友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席流行病学家 因病在北京去世 他在传染病预防方面工作了30多年 包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毒的研究 吴尊友以预测关键地区趋势和在疫情期间 向公众普及冠状病毒预防知识而闻名 印度军队据报向巴基斯坦开火 综合新闻 据央视军事官方微博 巴基斯坦当地媒体10月27日报道称 军方消息人士称 一架无人机试图侵入巴基斯坦 被巴基斯坦军队击落 随后印度军队向西尔科特边界沿线的巴基斯坦哨所开火 中国王毅告诉布林肯 深入对话可以稳定双方关系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呼吁美中之间展开深入和全面的对话 以减少误解并稳定两国关系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赞同 并表示期待与中国展开建设性对话 此次访问是在预计于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乔拜登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峰会之前进行的 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利用其在伊朗的影响力 阻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冲突的升级 然而 专家们并不指望两国之间能够立即取得解决分歧的进展 中国前副领导人李克强的突然去世令人震惊 外交官 中国前副总理兼最高经济官员李克强突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李克强曾承诺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 但在政治上被边缘化 他花了十年时间帮助中国应对上升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紧张局势 以及新冠疫情 他以支持私营企业而闻名 但随着习近平主席权力的增加 他失去了很大的影响力 与他确实有关的一个话题标签 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几个小时内吸引了超过11次的浏览量 中国华为报告2023年前三个季度的收入增长适度 加拿大环球邮报 华为报告称 2023年前三个季度收入略有增长 原因是数字能源和云业务的增长 以及车载组建部门的竞争力 该公司在该时期的收入为4566亿元人民币624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2.4% 利润在同一时期增长了177.8% 达到730.5亿元人民币 这要归功于2020年11月销售华为荣耀智能手机部门相关的款项以及管理和销售策略的改进 利润的增长也帮助该公司在智能手机市场上恢复 第三季度Mate60系列的销量同比增长了37%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突发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简要总结一下 首先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卓越领导人 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多个领域担任重要职务 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和民生事业 他的去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重大损失 接下来 我们看到民众纷纷前往李克强故居献花 表达对他的哀悼之情 这也是对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献的一种致敬 此外 美国对疑似伊朗支持的叙利亚基地发动打击 印度军队向巴基斯坦开火 缅北多地爆发激战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吴尊友去世 华为报告2023年前三个季度的收入增长 适度等新闻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对于这些新闻 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深入的分析 首先 李克强同志的去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损失 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 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民众而言 他也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领导者 这也可以从民众前往他的故居献花的行为中看出 其次 美国对叙利亚基地发动打击 印度军队向巴基斯坦开火 以及缅北地区的激战 都是国际局势中的重要事件 这些事件的发生 对于地区的稳定和安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最后 华为报告显示其收入略有增长 这也说明了 华为在数字能源 云业务和车载组件等领域的竞争力 作为中国的一家知名企业 华为一直在努力发展自己的业务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的简要总结和分析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观点 现在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问题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外交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五角大楼 中国战机飞行 距离美国轰炸机 仅10英尺 为什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不能达成协议 历史太多 地理太少 尼日尔在军事政变三个月后 面临多重危机 缅甸以前曾发生反军政府起义 春季革命与以往不同 请大家收看 尼基亚亚洲编辑的信 携手共进 日经亚洲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计划下周访问中国 这将是自2016年以来 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问中国 此次访问正值关键时刻 阿尔巴尼斯预计将在11月的 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届时美国总统乔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习近平 也将举行会晤 此次访问凸显了澳大利亚 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 以及其在美中对抗升级中的参与 双边关系的结果 也可能影响未来的美中关系 和日中关系 尼日尔在军事政变三个月后 面临多重危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 呼吁尼日尔当局 释放在7月政变后被拘留的官员 并停止对记者和批评者的骚扰 这两个非政府组织声称 尼日尔的军事当局 已经逮捕了前政府的数十名官员 并打击媒体和和平抗议 政变导致国际新闻广播机构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和法国24被暂停 其他西方国家已经中断了发展援助 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则实施了经济制裁 并关闭了边境 缅甸以前曾发生反军政府起义 春季革命与以往不同 外交官 缅甸正在进行的抵抗运动 被称为春季革命 由于几个独特的特点 与该国以往的起义有所不同 首先 这场运动不再局限于少数民族 对抗军政府的斗争 来自主流著名区的人们 也加入了反抗军政府的行列 春季革命的目标是 推翻军政府 建立一个在民事控制下的 联邦民主政体 此外 春季革命由Z世代领导 他们在互联网的影响下长大 接触到民主思想和自由 这一代人决心不再回到过去的贫困和压迫中去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在动员和协调抵抗运动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广大受众之间实现了广泛的沟通和组织 互联网还促进了知识和资源的获取 包括武器制造技术和筹款活动 抵抗运动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 包括中产阶级 农村人口和受过教育的个人 该运动还见证了全国团结政府 NUD的形成 旨在取代2008年宪法 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平等性的治理体系 然而 抵抗运动面临着重大挑战 包括不同抵抗组织之间 缺乏协调和团结 获取武器和资金的限制 以及军政府持续进行的 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许多抵抗领导人相信 春季革命将是缅甸的最后一次起义 因为人民已经尝到了民主的滋味 并决心建立一个摆脱军事控制的政府 为什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能达成协议 历史太多 地理太少 加拿大环球邮报 金融邮报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 描述为地理和历史问题 加沙地带仅有365平方公里 而以色列国土微小 如果放入温尼伯湖中就会消失 文章认为 两国解决方案是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 这个方案已经摆在桌面上一个世纪了 然而 历史使双方态度变得更加坚决 使和平解决方案 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 政治最新消息 三分之三的选民表示 瑞西萨奈克在他的第一年中取得的成就很少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优告最近进行了一项调查 超过四分之三的选民认为 英国政府在瑞西萨奈克担任首相的第一年 没有取得太多成就 百分之四十的受访者表示几乎没有什么 百分之三十七的人表示不太多 而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人表示 政府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 百分之二的人表示很多 这项调查是在瑞西萨奈克庆祝担任首相一周年之际进行的 他在推特上表示 他认为政府在过去一年取得了很多成就 观看 联合国援助官员就加沙人道主义状况进行简报 英国独立报 周五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人道主义协调员林恩·菲斯廷斯 将就加沙的人道主义形式提供简报 此前 联合国最高人道主义官员马丁·格里菲斯警告称 由于燃料供应迅速减少 援助几乎无法涌入加沙 欧盟领导人也呼吁暂停敌对行动 以便援助物资能够送达民众手中 美国打击叙利亚目标 加沙部门公布死者名单实时报道 英国独立报 以色列国防军IDF在过去24小时内对加沙的哈马斯目标进行了更多的空袭 IDF使用地面部队、战斗机和无人机打击了反坦克导弹发射点、指挥控制中心和哈马斯成员 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 此前 美国对叙利亚的两个伊朗设施进行了空袭 以回应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美国联军的多次袭击 这些空袭没有与以色列协调 而以色列一直在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黎巴嫩边境发生冲突 中国战机飞行距离美国轰炸机仅10英尺 五角大楼表示 纽约时报 据美国军方称 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危险的靠近一架美国空军第52轰炸机 与该飞机的距离仅为10英尺 这一事件发生在周二晚上 美国军方将中国飞行员的行为描述为不安全和不专业 美国军方发布了一段据称显示这次遭遇的视频 但该视频尚未经过独立验证 此事件发生在美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紧张关系加剧的时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位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计划下周访问中国 这是自2016年以来 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问中国 这次访问非常重要 因为阿尔巴尼斯预计将在亚太金河组织峰会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届时还将有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习近平的会晤 这次访问凸显了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 以及其在美中对抗升级中的参与 这将对未来的美中关系和日中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尼日尔面临的多重危机 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呼吁尼日尔当局释放在政变后被拘留的官员 并停止对记者和批评者的骚扰 政变导致国际新闻机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法国24被暂停 西方国家中断了援助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实施了经济制裁 尼日尔面临的这些危机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再来 让我们关注一下缅甸的春季革命 这场抵抗运动与以往不同 它不再局限于少数民族对抗军政府 而是包括来自主流社会的人们 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推翻军政府 建立一个在民事控制下的联邦民主政体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动员和协调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使广大受众之间实现了广泛的沟通和组织 抵抗运动面临着一些挑战 但许多抵抗领导人相信这将是缅甸的最后一次起义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地理和历史因素 使得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 有很多人呼吁两国达成和平协议 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的限制 这一目标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 最后我们来看看英国政治方面的消息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 超过四分之三的选民认为 英国政府在Rishi Sunak担任首相的第一年 没有取得太多成就 这项调查在Sunak担任首相一周年之际进行 他在推特上表示 政府在过去一年取得了很多成就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看到了一些国际和地区的重大事件 不管是澳大利亚总理访问中国 还是尼日尔的危机 亦或是缅甸的春季革命 这些事件都将对相关国家和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希望各位观众能够对这些事件保持关注 并且对我们的节目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